今天两篇的读经 都可以倚着 来一个痛苦 磨难 来做我们的祈祷 今天听到第一篇的读经 圣保禄 他乱友提过 他说 因为基督所受的苦难 加于我们身上的越多 而我们倚着基督所得的安慰 也都越多 而且他解释着 我们受到磨难 因为叫你们受安慰 越得救 这就是 讲出了 一个的奥迹 痛苦 是磨难 世界上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发生这么多这么多的事 不如意的事 甚至是痛苦的事 一日都发生 没有离开过我们人类的历史 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 不同的程度而矣 但是我们一定要以着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些的磨难 这些的痛苦 正如圣保路说得非常正确 如果天主容认为我们的磨难 如果天主容许我们的磨难越多的 他比我们的恩宠的 是越多 他比我们的安慰的 是越更加多 而磨难 而磨难 天主容许 甚至有时给我们的 是令到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令到我们得到安慰 今天 听回再一次听到 珍福的八端 珍福的八端 不同十界 两者 都是天国的正光 十界有说 大部分是说我们的行为 但是珍福的八端 是说我们的内里的生命 是改革 甚至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 是内里更加去超似基督 但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下 珍福的八端的后面 其实就是一些的磨难 其实就是一些的缺陷 一些不完美的东西 也都发生着 神贫的人 是要贫穷的 是要我们 要没有一些的东西 哀动的 是只有一些的情形 发生了 令到我们要哀动 我们要饥渴 无意的 即是说 旁边是有很多不意的事 怜悯人的人 即是有旁边 也有很多发生的事 令到我们要走出一步 关心他们 心里洁症的 是指旁边有 多少多少不洁的事 有挖住我们 低造和平的 即是有多少的暴乱 现在发生着 包括了的 现在受迫害的 欲骂的 做一切坏话给我们的 这些就是珍福八端的后面 各位看得清楚吗 所以 耶稣记得明知道 我们有遇到的 是这么多不如意的事 是有的 甚至是令到我们痛苦的 但这些是一种的奥积 是一种的磨难 是一种的磨练 令到我们更加 照耻基督 基督是受苦受难的 而藉此 才我们能够得救 藉此我们才能够 去改变 归依我们的上主 所以基督说 如果你们有这些苦难的时候 你们是有福的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的传统 真的 好像矛盾一样 但是 不是矛盾的 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来 什么时候我们有磨难的 什么时候有这些的事的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要欢喜 是挺踊跃的 因为 基督特运过的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上报 是丰厚的 没有信仰的 是难明的 而且你会说 正如圣保禄所说 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安慰 为什么我得不到呢 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磨难 有这么多的痛苦 为什么我没有安慰呢 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信仰的角度去看 缺乏信仰的眼光去看 经常以着一个 人性的眼光去量度 如果只要我们用信仰的眼光 去看一看不如意的事的话 你会发觉 一样东西是有安慰的 一样东西是有着它的磨难 令到我们一种的 好像提炼一样 炼一样 正如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 因为他投资的失败 完全他要破产 所有的东西要埋清 剩下最基本的 看起来多么可怕 令到家里的人要卖了那间大屋 现在要只是租一道的 一样东西要拉紧 是啊 看起来还怎么会有安慰 是不是 一样东西都没了 但是原来以信仰眼光 经过了两三年 他的太太 他的心智子 原来告诉他 他得到几大的安慰 安慰的就是原来 他找到爸爸回来 以前的话 爸爸永远叫不到他 常常飞来飞去 永远都不会的 还有奢侈 还在外面花天走地 但是经过今次 所谓的破产 所谓的磨懒 爸爸回来 也是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去 能够所有的恶习都改变了 正如他太太和弟弟说 找到爸爸回来 这些是安慰嘛 你怎么看呢 所以现在我们以信仰的角度 我们就明白圣保禄所说的 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真福八端 真的是真正的福 就算有着这么多的缺乏 这么多的不如意 原来我们是有福的 原来我们所以 有着信仰的眼光的评估 任何的事 甚至是任何的不如意的事 原来我们心里面 都能够是欢喜 因为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更加照自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上报 是更加丰厚的